-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為大家看一單香港新聞 這單新聞有網友在網上發文說自己在香港西環寶翠國順風站取見時遇到有迷魂黨 說我懷疑是,所以這個新聞都刻意拿出來和大家說一說到底他遇到的迷魂黨是怎樣 他說當時遇到一個身高1.75米高的內地男人說自己來到香港之後 賭白家樂輸了錢,身上一元都沒有,問他可不可以去前面購物 他說強調自己不是騙人,這段時間他說話好細聲的 亦都會周圍看,還會控到好迷地引你聽清楚他說話,所以他都幾害怕 於是他即時拒絕和離開 其實亦都有很多網友回覆,說這一個是疑似迷魂黨慣用的手法來的 提醒他保持距離和小心迷魂黨 當然這個鋪文的樓主他當場拒絕了這個男人的請求的 是即時拒小朋友就走了的 其實是迷魂黨都好,如果突然之間有人控到你好迷 如果這樣跟你說話的話,應該大家都多多少少要有些意識 就不要被人控到這麼迷,因為之前跟大家講過 有迷煙、拍劍等類的迷魂藥 是可以令到你溫溫頓頓說完你自己手上的銀行卡密碼 甚至乎即時過數給人的 再加上現在經濟不好了,很多不法分子是會去港澳地區賺食的 你見到路邊黑衣都有啦 所以這一類這樣的迷魂黨 或者是有人同你們說話,譬如我自己這樣 我回到大陸,人家來同我問老 我是好習慣我自己會退後一步先 然後再回答他的,問清楚他什麼事先 我不會讓他走到我自己身邊 所以大家如果是去大陸,或者是有人 你覺得不對路的,你退後一步先跟他講話 叫他大聲點,就不要自己主動控埋去 因為你主動控埋去的話,是好有機會會糟糕的 那麼今次他所投的這個鐵文 就疑似是迷魂黨湧現了 但是其實就未有落到手的,這個是算好彩 因為你都確實不到他是不是迷魂黨來的 如果他真是迷魂黨的話 這位網友其實都真是糟糕的啦 好啦,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下邊留個言啦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拜拜!